佩戴老花眼鏡會令眼睛容易疲勞 但新推出的一種高科技眼鏡 就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去調節鏡片 令你的眼睛可以自然集中 沒有應變或者疲勞 40歲之後會因為水晶體老化、眼睛、水晶體柔軟度和彈性變差 沒辦法將物體影像準確聚焦在視網膜上 近距離的事物開始看不清楚 這個時候就需要佩戴老花眼鏡 但有些人能夠適應用一副眼鏡找焦點的動作 因為看不同的距離 眼睛需要去找鏡片上相對應的焦點來看才能看得到 因此佩戴哪一種的老花眼鏡 需要依個人生活習慣和需求而定 實際上新的眼鏡技術已經到達 AdLens可變焦眼鏡 對老花眼或者叫40歲以上人群需要大眼鏡 閱讀綜合症而言 他們是完美的選擇 現在最新的一個科技 一個叫做AdLens的眼鏡 主要是針對給一些比較有開始有老花 但是又沒有辦法去適應這個多焦點的眼鏡的客人 是一個蠻好的一個突破性的設計 它根據鏡片上可以自己去選擇這個對焦 然後去選擇你能夠遠中近不同的距離的一個對焦 可以讓你能夠少了很多看不到近也看不到遠的煩惱 這個鏡片的話主要它在鏡片裡面有一些液體 通過能夠在眼鏡的兩端有一個旋轉的調節器 它會使鏡片產生一些壓力 然後可以產生一個不同的對焦 它基本上有三個調節的部位 你可以根據你的要求你要看遠 還是中距離就是我們講的像電腦 或者有些客人打麻將 看鋼琴譜這些都是中距離 甚至一個看近的一個距離 我們可以自己按照調整這個鏡框上面的一個Dial 一個調節器能夠去調節這個對焦 高德眼鏡為南加州少數代理At Lens的眼鏡店 為南加州民眾帶來方便選購價機會 天下維新